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任内政部长罗扎克斯获得23%的票数 这个非正式统计包括超过92%的选票 另一名总统候选人格雷斯波 星期二在非正式点票统计开始几个小时后承认败选 这个增加了杜特尔特获胜的可能 因为杜特尔特口没遮难的延迟 外界将与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川普比较 例如在打击毒品等犯罪问题上 杜特尔特曾经表示要严厉处决违法的人 他又说要杀18名罪犯 用他们的尸体填平马尼拉湾 在同中国有关的南中国的问题上 杜特尔特曾经表示 中国正在在菲律宾的领地上修建工程 并表示为保卫菲律宾作好牺牲准备 但他又强调不会因为南中国的问题和中国开战 又说如果中国愿意帮助菲律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他就不会再讲南中国的问题 正式的选举结果可能在几日或几个星期之后宣布 今次选举选民还将选出副总统300名议员 以及大约18,000名地方政府官员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